一人柯家宴出道至今出演过许多知名的戏剧作品 在2017年和昆达结婚后 两人成为演艺圈知名的夫妻党 而工作满党的他即便忙碌 仍会在社群网站上分享生活与粉丝互动 25日柯家宴前往台南旅行 走访了神农街、林百货、雨光岛等地 台南的天气很棒 遇见的人也都和天气一样温暖 早餐就来一碗牛肉汤 上午的市场热闹又充满朝气 此外他表示于光岛艺术节的市集很好逛 不仅可以看到不同的创作者 画画、写字、编织、老件、背盘、陶器、瓷器等 也买到了植物、饮品和点心 买了很多小东西很开心 谢谢台南的阳光 一切还是那么可爱 只见照片中的他 穿着一身碎花洋装配上棒球帽及墨镜 并没有太多的伪装 随后他更于留言区写下 整趟台南 好像只有我自己以为别人没有认出我 谢谢在台南遇见的每一个人的温柔 贴文曝光后 不少台南粉丝兴奋留言 天啊 我真的好开心能在市集活动服务到你们这组可爱的客人 今天坐在你斜对面离开了才发现是你 更意外调出台南市长黄伟哲现身 欢迎雨萱回台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